日前無線劇集 企業強人一班演員 出席宣傳造勢活動 陳豪提起劇中 需要背著龔家欣走路 有此來回拍攝了二十幾次 令他都覺得很辛苦 我印證一件事 大家不要小看家欣 他有些份量 不過幸好 他的容量又不是很大 所以都說OK 我的份量是個重量 大家有沒有誤會 亂說 坦白說 有沒有這麼誇張 不可以吧 一個小女子不是有話 一個大男人都可以的 只不過我沒有想到 要拍十幾二十個鏡頭 每一個鏡頭 這樣而已 去到地二十幾個 少少腳軟軟 也正常的 正常的 好像越來越慢 而看到日前 有網民就說 陳豪竟然會叫雞 拍下陳豪叫雞吃飯的照片 還上傳至社交平台 他們都忍不住爆笑 你不想喝咖啡之外 你也會叫雞 吃飯的 哈哈哈哈 學不到東西啊 哈哈哈哈 是我經常都叫雞吃飯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一個壽司雞迷 基本上是 沒有啊 他沒有跟我拍照 我只是拍我 他拍了一張鏡 我沒有看著他的鏡頭 我也不知道 你為何不想說 我拍你仔一點 沒有所謂的 我給你一個Po 沒有Po 拿著雞 好嗎 謝謝 我們下次再次拍一次 我們下次再次拍一個 的